你又怎样看 当然领战这几个月的股价 其实都是一路一路压向上 来到这个位置 现在如果没有货 还值不值得进入呢? 如果有是否也继续持住呢? 其实这么说 如果是很短线 其实就未必那么大把握的 短线的直播未必那么高 首先你明天就已经放假了 这个是小因素 刚才补充了 今天始终临放假前折 大家未必敢赶 但是你说再短线一点 其实大家可能真的会怕 第六波究竟是不是真的会回来 就是会不会出现 应该这么说 但是我经常都说 我们看着8.2.3 其实看几样东西 一就是 就是今年上半年 香港的疫情 就已经是今年的低位 就是这个 其实现在大家都在博这件事 那第二件事 我相信其实大家可以开始留意到 很多leasing 就是无论你说商场 或者尤其是和领前相关的 可能是香港商场 就是你见到其实那个 除了逐租率之外 空置率其实都是已经 就是见了顶 其实你见到外面开始 没有再大家觉得 大半年前那么惨 我明白的 出道街和朋友经济 很多的情绪 说的东西是悲观的 但是如果真是败数字 去看很多东西 其实已经似是在谷底 慢慢转出来的 变了其实这件事 已经对领展都会有帮助了 其实我们见到他这次的业绩 虽然有些 我见市场就说 差个市场就要预期一点点 但是借着我们看领展 就不是看他每季 或者每半年去拨拨他的业绩 而是看他整个 我当他们的业务就是Portfolio 去看 其实他们的diversify 过去这几年 尤其是过去这年纪 是我们非常欣赏的 是的 你看到其实他 我们那时候不是说他 他说他是刚好在澳洲 选了几样东西 但是而澳洲 我刚才说了 可能真的在走运 我们也很看好澳洲 那就是澳洲 澳洲就是Sydney和Melbourne 其实他们都不断在做 而如果有留意 当地的楼市价格那些东西 或者经济活动 其实就会发觉 真是对的这个方向 这个是Portfolio的其中一部分 其实还有另一部分 我觉得管理人不算加了 很多着物在那个位置 但是也有提过一下 但是我觉得那个位置 是我觉得欣赏的 就是他们自己再去做一些 物流仓的那些reads的感觉 简单来说 为什么会有的感觉呢 就是说现在像什么呢 以前的领展就真的好 给人的感觉 很香港style的reads 但是现在就越来越国际化的reads 就是跟新加坡那些reads 其实在亚太区 比较新加坡的reads 是一行都出名的 其实越来越似那种Portfolio的打法的 那这一样东西我们觉得是 就是证明在管理层的眼光思维上面 是作为一只中 就是我们会觉得中长线这只股份是吸引的 是的 你说短线的始终真的是短期里面 就是叫做升了不少 那我自己都会看 如果你之前不相信原来这只股票是OK的 那可能等它回一些 就是大概六十七百元 看会不会有机会回到那些位去吸引 是的 但是我刚才都用了 看看有没有机会 因为其实呢 就是最近出去聊天就都明白的 就是有些朋友就说 我之前丢了一些股票 是的 那等它低一点先 没问题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都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只是提一样东西 那会不会低得过自己丢的位置呢 那这个是自己去看市况发展 是的 那这个就要留意了 但是刚才提了 总之如果经济面不是那么差 那我觉得领战是其中一只 我们继续会持有的股份 嗯 所以这个就是你们是中长线Portfolio的 是的 其实这个说法 你看到刚才都是延续 有些是延续着年初 跟大家的说法 有些是一些新 最新的一些想法 还有补充多一点 其实我估计昨天 管理层都有着目的一个位置 就是说他们的派息是 持续增加这个卖点 这个就真的很合金融人去听的 因为其实 现在这段时间 就是过去这几个月 或者叫这三季左右 其实市场上面喜欢的股份 就是你有增长 但是也同时间 如果有些息 他们就会去看 你不是一次性派息的 稳定 还要如果你持续增长 在一些叫做比较quantified的角度 就是量化一点的角度 就会很欣赏这些股份的 是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 就是可能用长线一点的思维 去看下这只股份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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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